大陵電廠更新改建工程 主要是將運轉滿40年的 1號到5號氣力機組 改建為兩部高效率燃煤機組 以提高發電效率 1月15號黃董事長 來到了南部施工處 從主發電設備 新1號機的鍋爐 氣機 到煤倉系統及循環水泵房等工程 一一的進行視察 那這樣可以趕大概兩個月 那外老的引氣 你就可以趕一個月 那希望說很快的時候 就把這個肉傷的人去把它追回來 兩部新機組 已經分別在102及103年的8月 完成了立柱 代表著地址改良 打樁 綁鋼筋等基礎工程 均已完工 現在正如火如荼的 進行地面上的鋼構結構 以及設備進場 那事實上像發電機 就是18號要 發電機的地址18號要掉樁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現場 鍋爐跟氣機 有非常多的房間裡頭的設備 都已經很裝進去 大陵工程目前上有土方堆質不足的困難 在施工界面上 也還要加強跟廠商的溝通協調 另外在環境保護上的職責等 同仁及承攬商們加緊趕工 希望大陵計劃能如期 如值 如度的打標 劉德信 林佳慧 高雄小港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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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